这是一位年轻的女子长老,魔鬼般惹火的身材,一头大波浪型精锐卷发,发出耀眼的光芒,再配合上紫色长出,倾国倾城,让人迷醉。 只是她此刻神色中蕴含怒色,很明显是被叶汪等人的举动给惹怒了。 而她的出现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 是南宫韩玉?她居然成为了长老爷的长老? 我还以为她跟随人早前往战场了。 估计南宫韩玉到了魄力的关键时刻,所以留在天交阁镇守了吧。 南宫韩玉确实愤怒,此次轮到她监管,本来以为不会有什么事情, 却没想到叶汪等人居然逼到她不得不出二,叶汪能够感受到南宫韩玉的愤怒。 但是以至此,她也只能硬着头皮说道,南宫长老,方辰必定是在挑战时作弊。 还请明察?还请明察? 其他展门人纷纷开口。 明察?你们确定? 南宫韩玉冷冷道。 作为长老,夏展和方辰谁作弊,她又岂能不知。 什么确定? 还请长老成全。 叶汪道,只要能够证明方辰作弊,那她就会身败名裂。 南宫韩玉望了方辰一眼,对于她在天交阁坐的种种自然也是略有耳闻。 她道,此等权限可不是你们想查就能查,那需要怎么制才能查? 很容易得到郑主的同意。 南宫韩玉道,众人立马都望向方辰。 叶汪喝道,方辰? 你可敢答应,不敢的话,那你就是作弊。 方辰,你是不是不敢了? 我看她啊,没这个胆子。 其他展门天交纷纷开口,想要以此寄方辰答应。 方辰冷笑一声道,这种低嫩的激将法就别用了。 想要我答应也可以,两个亿零食。 这种大赚一笔的机会,她岂能错过。 两亿? 你简直是狮子大开口! 叶汪怒道。 方辰耸肩道,要给就给,不给就算了。 至于你们想怎么传谣言,那都无所谓。 反正我也没有把你们当人看。 名声? 说得好像她的名声在天交阁很好似的。 叶汪不敢做这个决定,毕竟这可是二亿零食。 她望向下斩,下斩神色明惊不定,不过听到南宫寒玉的话,也逐渐冷静下来。 看来想要查,也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,至少不会查到她的身上来。 至于两亿零食,尽管数额有些大,但最近,他们斩门,赚得也不少。 加上她乃是陆江玉神甲云中的绝顶天交,自然是拿得出手。 但她又岂能让方辰如意,便道,要是你是作弊的呢? 那我不就身败名裂了吗? 仅仅如此,可没那么容易。 下斩自然不肯。 方辰翻了一个白眼,爱给不给。 我们去下一个洞天伏地。 见此一幕,下斩极了。 如果真让方辰夺了其他的洞天伏地,那自己的斩门又该陷入死局中。 而且那些分数,已经是她动用方块铁最高的分数了。 想要再超过,只怕每隔一两年的修炼,是绝无可能。 等等。 她喊住方辰,咬牙切齿地说道,我给。 方辰这才停下脚步,伸出手道,现在给。 金斩自然不肯。 如果证明你是作弊之后,不将储物借还给我怎么办? 方辰淡淡说道,那就交给长老。 傲斩望向南宫寒玉,由于片刻点头道,好,可以。 此话一出,方辰错愕地望向南宫寒玉, 却见他正细血地望若自己。 方辰麟角微微上场,两亿零食还真是好赚。 可就是在这时,南白寒玉的传音入耳,我要一半。 他嘴角一抽,好家伙直接要了一亿零食,比他还要黑。 长老,一亿零食就这么拿,会不会有些过分了? 他忍不住传音回道。 是吗? 那待会验证出现什么失误,可就怪不得我了。 南宫寒玉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 但他却是将对方死死记住,拿他一亿零食。 这个仇算是结上了。 夏展知道这两亿零食是必须拿出来,不然方辰绝对不可能配合。 想必他就是认为自己拿不出那么多零食,才如此的嚣张跋扈。 想到很快就能够揭穿方辰。 他一咬牙道,好,就这么办。 说完他拿出一枚储物剑,送到南宫寒玉面前。 道,长老,还请替我保管。 嗯。 南宫寒玉冷冷应了一声。 接住储物剑。 那长老,可以验证了吗? 叶汪迫不及待地问道。 南宫寒玉冷冷扫了他一眼。 道,自然可以。 不过长老,这要如何验证? 有人好奇地问道。 南宫寒玉淡淡说道,这个容易,每一座挑战大殿都有电铃,这些电铃并无灵质。 直接问他,就会如实禀告。 这,而电铃是不会说谎。 他到底有没有作弊会直接开口? 如此的证明之法,没有问题吧? 他细血地望着夏展等人。 众人闻听纷纷点头,倒也没有人怀疑。 毕竟南宫寒玉要是说谎,必定会有其他长老站出来的。 就跟之前玄天乔姥姥一样,只要有任何意义,就会有其他长老站出来,没有问题。 方尘自然没有任何问题。 夏展听闻验证方式之后,也彻底放心。 冷笑地望着方尘道,你等着身败名裂吧。 说完,他也道,没问题。 见此,南宫寒玉拿出一块令牌对准挑战大殿。 问道,气灵,回答我,现在排名第一的方尘是否作弊? 众人期盼得望若,差不多三息之后,这才传来电铃老者的声音。 没有。 这一答案顿时引起全场不小的骚动。 有人震惊,有人质疑,也有人不敢相信。 方尘居然没有。 想想本来就不可能,想作弊哪里有那么容易。 确实如此。 但展门众人可不相信这个事实。 特别是夏展。 还未等展门人开口,他率先喊道,不可能。 这绝不可能。 他怎么可能没有作弊? 没错长老,这会不会是哪里出错了? 夜汪也道。 南宫寒玉神色越发冰冷,这是在质疑他。 他道,我说过了,气灵不会说谎。 不相信可以问其他长老,都是这个答案。 他又盯着夏展,森冷一笑。 不过你们还不相信的话,那顺便再测测囊展有没有作弊。 本来被展门众人强行通出,他就十分不爽。 既然这些家伙,还要继续狡辩下去。 那他就让他们明白,质疑自己的下场。 夏展脸色大变? 不要。 他想要阻止,却已经晚了。 南宫寒玉问道,电灵,第二位的夏展,有没有作弊。 夏展文听此话满脸绝望。 完了,他彻底的身败名裂了。 气灵回答,借用外物改变确定的分数,定义为作弊。 全场寂静无声,下一刻哗然声响彻整个剑脉风。 什么?夏展居然是作弊得来的分数? 我就说嘛。 上次夏展才得到那么几座洞天伏地,怎么可能实力提升得这般快? 原来是用了作弊的手段。 是啊,这股成绩就算是人成轻点添交,也是万分艰难。 他天赋测试是在八级版,又怎么可能做得到? 怪不得他能想到方辰作弊,原来是他自己就是作弊的。 还恶人先告状? 我呸! 这也配成为陆江玉神甲云宗的第一天交,简直是给陆江玉丢人现眼。 跟他来自一遇,我真是无敌自容。 一道道嘲讽的声音不断响起,皆是对夏展的鄙一声。 展门众天交也都是愣住了,感情作弊的人并非方辰,而是他们的门主。 感受到四周异样的目光,展门不少人感到愤怒、耻辱和后悔。 但更多的人则是辩解,其中就属叶汪最挑。 他喊道,不可能。 长老! 这绝对是电铃有我问题! 我们门主,怎么可能会作变? 南宫韩玉的脸色越发阴沉,真当自己没有脾气了。 你一而再,再而三地质疑我。 真当我没有脾气了? 下一刻,一股恐怖威压爆发。 山,南宫韩玉临海境中期,威压爆发而出,气势瞬间化为御长,直接向叶汪拍去。 质疑长老,该罚? 一掌落下,夜王连动弹一下的能力都没有,被直接拍中,直接嵌入地面当中。 他一口鲜血直接喷出,这一掌直接要了他半条命。 众人愕然地望着南宫韩玉,这才想起眼前这位主可不好惹。 千年前他问道,巅峰境便敢废了一位临海境大能的命根子。 更何况,现在也已宗师。 而那位被他废了,命根子的临海境大能更是到现在销声灭迹,就连他的家族也就此消亡。 至此,无人场招惹眼前这位长相柔美,却又狠辣的主。 但南宫韩玉警卫就此结束,而是冷冷道,挑衅长老威严,质疑同门作弊,污蔑他人罪大恶极,关入若寒山一年。 此活一出,全场道抽一口凉气。 若若寒山一年,只怕这夜王另外半条命也很难保留了。 就算不死,估计也得废了。 这南宫韩玉果然如同传说中那般狠辣。 至于你们要不要质疑此事的公正性,想便等皆有熟悉的长老,问一问便知。 还有作弊仪式。 没有公布,我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既然已经公布出谁作弊,那他的所有成绩就此作罢。 洞天福帝由上一任天交掌控。 既然此事已经放在明面上,那该如何处理,就该如何处理。 他又将储物戒丢给方辰。 啊,这些是你的了,如果再有因为这种小事来打扰我。 哼,别怪我不客气。 说完他不在社流,向着长老店去。 方辰接过储物戒,探入其中,嘴角一抽。 里面两亿灵石只剩下一亿了,另外一半不知不觉已经不见,很明显是不被南白寒语所得。 方辰心中苦笑,但他现在可惹不起对方,只能先将此仇给记下了。 方辰! 突然,夏展的怒吼声震天而起。 怒是方辰! 同时威压笼罩方辰! 展翼遍布四周,但对此,方辰却是神色平静,并将所有的灵石都放入自己的储物戒中。 本想将手中的储物戒潇洒丢掉,可想了想,这储物戒也值个一两万,便收入袖中,这才望向一脸愤怒的下心。 夏展此刻轻轻爆起,脸更是因为过度愤怒而战红。 他明白,今日之后,自己必定身败名裂,在天交阁更是一个被唾弃的存在,这也将会成为他一生的污点,不管到哪里,都会被人唾弃。 而这一切,皆是因为方辰,是你毁了我的一生。 他愤怒地说道,方辰文言感到十分好笑,若非你处处针对于我,又何故于此? 不管你说什么都无用,方辰可敢和我去杀人疯? 决一死战! 其他展门天交,也愤怒地盯着方辰。 若非他,他们展门,又何至于沦落至此? 众人惊呼连连,同时也兴奋起来,这是要不死不休的节奏啊。 同时他们也兴奋起来,如果能够借此机会解决掉方辰的话,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。 而面对他们的气势汹汹,方辰神色平静,毫不畏惧。 怎么?你们想逼我强灯杀人疯吗?还要坏了规矩? 方辰微微一笑,不。 我们可没有打算坏了规矩。 夏展冷冷说道,随即换成传音,但是,你不跟我去的话,我会找一个恰当的时间,杀了你沉门中的某一人。 也许是林雪岩,也许是端木白雪,也许是赵诗脉,也许是芳儿。 闻听此话,方辰双眼微微一眯,眼眸深处一抹杀意闪烁而过。 夏展继续传音叫气,反正我已经身败名裂,日后成就再高,这也会是我一生的污点。 我这一生光明磊落,绝不受此侮辱。 他目光阴狠。 似乎这一切皆是方辰的错。 方辰双眼微微一眯,冷笑道,光明磊落。 你也配用这个词。 你就说,你敢不敢去? 不敢的话,那就乖乖地丢滚回城门,别再出来丢人现眼。 夏展道。 耸就滚回你的窝去。 别再出来了。 方辰,你就是个懦夫。 滚回去,滚回去。 展门部分天骄纷纷开口喊道,但也有一部分并没有继续跟着喊。 这其中大部分都是跟随夏展一同前来天南城, 在陆江玉石变被其战斗力和气势所深深征服, 成为展门的一份子也正是因为他。 可如今,他们仰望的存在,竟然是一个利用作弊的人。 如此之人,还配让他们继续追随吗? 他们也是天骄,也是有尊严的。 继续跟着,那他们还有何尊严? 夏展自然是很明显地感知到喊声弱上数倍, 转头冰冷地盯着那些没有喊的展门天骄。 怎么?你们也要背叛我吗? 他阴冷地质问若。 那些人低着头,没有回答,更不敢指示夏展。 更没有人因此而选择重新站到他这一边来。 夏展怒急返效。 好好好,非常的好。 从今日起,而等再也不是我展门之人。 你们不配跟随我夏展。 闻听此话,那些人依旧没有言语。 夏展也不再理会这些人, 而是目光血红地盯着方辰道。 方辰,敢不敢和我去杀人疯,决一死战? 方辰望着他, 此人已经彻底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 如果不解决掉的话, 还真有可能做出丧心病狂的事情。 反正,他也正好要解决对方, 用此一战登上排行榜第一。 而且一展剑也已经蓄力完毕, 更有诸多保命手段。 他还真不畏惧任何强敌。 哪怕是玄天长老出手, 那他也敢杀。 望着气势汹汹的两百多位展门天骄, 方辰向前一踏, 道,有何不敢? 但你一人不够我杀。 他用指头扫了那些目光凶狠的展门天骄, 道,而等一起上。 此话一出, 全场哗然。 方辰这是要挑战整个展门名。 尽管展门都是依靠下展维持, 九级班天骄也就下展一人。 可是其中八级班和七级班的也有不少, 其他的也皆是四五级班。 而且, 各个都是天之骄子, 越界而战更是轻松至极, 加起来, 实力也是极为强悍。 而方辰居然还敢单独一人挑战。 他才仅仅宗师二重端风而已啊。 哪怕他是人是清点天骄, 好也能好死。 更何况, 还有下展这位陆江玉的超级天骄仔。 下展神色微微一眯。 好, 很好, 既然你想找死, 那我成全你。 反正, 他已经身败名裂, 以多欺少又如何? 只要能够杀了方辰那就行。 既然如此多人参与, 那就不足单挑, 而是尘门与展门的生死一战。 如此, 我作为尘门的一份子自然, 不会错过。 一道淡然的声音响起, 端木星缓缓走到方辰侧方。 方辰一正, 他没有打算让端木星卷入其中, 正要说他一个人就够时, 后面却是传来一道奇声。 还有我吗? 石渝到顿光, 迅速向若这里而来, 正是端木白雪等人。 闻听方辰前来夺动天福地, 他们纷纷停止闭关前来, 就是为方辰助阵。 见方辰要入杀人风与夏展决一死战, 他们又岂会畏惧。 就连帆儿也演了过来, 在林雪岩怀中愤怒地喊着, 干他们压的。 见此一幕, 全场瞬间安静下来。 端木白雪, 林雪岩, 赵师迈, 帆儿, 冰儿雪儿, 端木星, 王金福可借为九级般的绝顶天骄。 再弱的青野, 小秦儿, 芊芊也是巴基般的。 尽管人数上尘门依旧处于弱势, 但最终谁胜谁负可就难说了。 方辰神色复杂地望着他们露出一抹笑容。 不知何时, 自己不再是单打独斗, 有着自己的知己, 兄弟, 朋友, 爱人。 如果师尊师娘看到这一幕, 必定会为自己而感到高兴。 但是方辰并不打算让他们也上, 因为能入杀人风的可不仅仅只有他们两门, 其他门皆可入其中。 他有保命手段, 但端木星他们可并没有。 所以这一战必须由他一个人来。